沿着汐止康林街减临高速公路有长长的桥下空间 之前缺乏管理实在可惜 所以北山里办公处就向高工局任养并且进行了绿美化 十年的时间过去现在环境大不同 更成了附近居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只是这么大的空间要维护实在不容易 所以里长志工们只要有空都得来拔草整理整理 让植物生长得更好 那后来我担任里长之后 我就来规划来跟养工处还有公务局高工局来配合来认养 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立美化竞赛 那我们有得到了大概六万块 我们再重新整理 还有一些花木的部分 有时候没有那么漂亮 我们就把它种一些会开花的树木 这里的房间以前很脏乱 结果我们里长就把它动成一个小公园这样子 种种花 我们就有空的时候就来这里爬爬草这样子 单程运动这样 会想说做志工是因为已经退休了 在家也没什么事情 然后就来拔拔草 然后我觉得这样做也蛮开心的 认知很多朋友 志工们都很愿意付出 让居住的邻里环境越来越好 而除了打扫 种花除草 当然夏天到了最重要的水也不能缺 幸好这里的水源没问题 接高速公路雨水的水铺满 这里就有三大桶都是用来浇公园里的花花草草 因为我们如果用自来水划不来 所以我们都是用高速公路的那个十八标 它的四交管把用两总共有三头的雨水铺满 那这个水大概都直过啦 我们志工在撒这个花的时候都蛮不错的 我们理念它都有来这些公园都有在顺 这四个月如果有炒的时候 我多一天叫几个志工 都来四个月都烤草 有时候烤草的整理好水压的 我们这些火烤的也很漂亮 大家欢迎我们八三里里面有时间 来这些公园晚上走走看一看 现在规划为北山里木南煤矿步道公园 不但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还规划了步道 提供李民散步休憩 而礼办公处更是利用了绿美化比赛奖金 就种了一整排的鲜丹 持续的美化让北山里环境再升级 这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